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亚玲 欢迎你收看今天晚上的高亮到11点的大话新闻 今天你欢迎开业行政议典陈冲碟 你欢迎临六点钟才有发到9台去施政报告 因为担对着美女的议题 民进党主党说行政议如果没有经过 你欢迎当于政情 不可以说随便用行政命令 可把这个瘦肉精解禁 因为行政权是不能够鉴阅立法权 不然经过朝野协商担议中是说 近期,他说近期啦 近期不会以行政命令开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 听好是近期,咱会这样,出来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是先敷衍了事 让他将来去公围,是怎样 另外就是诸农协会他们也不满 去由農委会把他拼去 所以现在已经决定说,三位八字的时候 他要动完两万的猪农 去到台北来抗议 结果呢,农协会主委是说,这个猪农在家的呵呵起地就好了 上街头抗议,这样就太浪费社会资源了 说现阶段要稳定猪价,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稳定猪价跟开放瘦肉精肉品进口应该也有关联吧 农民已经叫苦连天了 那马政府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还有大家要开始那个二二八的连续假期 要不过前行政院长郝博春前卫刚在说 日日白四期的人没跟一万人那里多 因为车而已保障的人只有上千个人 这违背史实的讲法让大家很熟悉 今天马英九总统和代表市长郝龙斌去参加二二八纪念馆的活动 他们就说这些人没重要 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抚平伤痛 总统他这是真心的嘛 那今天也要好好来检视一下 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好,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前时报周刊总编辑吴国董,郭隆兄你好 亚天好,台湾 好,另外是民进党立委吴炳瑞,吴远你好 亚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以及资深政治记者周年晃 亚天好 亚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家徐永明,徐教授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律师徐国勇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工作者何博文 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就把这个镜头后 专举到李华儀来看今天开业的检控 行政院长陈冲他就率领他的这些阁源 进行他担任行政院长首次的施政报告 那么因为现在政府眼里是不是要开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牛进口 所以民进党今天跟台联立委 大家就联手背个陈冲的这个报告 那么一场一度就僵持不下 那么本来应该是上午10点钟要报告的 最后一直拖到傍晚的4点钟才有办法上发言台 最后呢,那么陈冲的说法是说 近期是不会以行政命令来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牛进口的 来看陈冲怎么说 大运议程卡在朝野协商乔布楼 队委甚至投榜黄布条高举反对瘦肉精手版霸占发言台 亦是只好一度中断 不要占据发言台 好,大家不回头了,现在就休息 现在休息 请各党团的党编 请各党团的党团路德仁 到主席休息室来进行学商 立法院议场上演挺百戏嘛 只有连内政部长李鸿源也忍不住 孟周公不小心被媒体抓包 只好拍碎的打个招呼啦 立法院先和一起开张 行政院长陈冲被绿营立委展开杯葛大战 经过六个小时终于有结论 陈冲亲自宣布 近期内不会以行政命令 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 瘦肉精其实按照现行的法令 它是禁止添加在任何的饰料里面 所以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肉品 都不应该有这种残留料 以目前的情况 我们刚才讲现行的法院来看的话 就是刚才我所报告的这个结果 面对这份决议 民进党团才保留态度 就怕近期内不开放的承诺又跳票 也打算将以优先法案的等级先行处理 有关食品卫生管理法案 不让瘦肉精踏进台湾 好 这是今天李欢宜的行程 中央是经过六点兴两个人在这样僵持 行政院长陈冲才有话都给你讲话 而且他管议来说 近期是不会以行政命令来开放 还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 不过民进党他们今天 他们主委是说要经过立法院的党议 如果没有经过他们的党议政政 不可以用行政命令把瘦肉精解禁 因为行政权是不能够建阅立法权的 希望透过修法尊重立法院 看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不一样吧 而且陈冲他说近期不会 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先敷衍了 是可以交代去报告 还是说这是一种拖延战术 接下来他也是要开放的 我们先请今天在场委员 民进党团的立场主张其实是很低程度 他说因为今天陈冲如果不能上台报告 过去立法院邀请行政院长来报告 二月底以前要开议 因为再下来连续假日就很难达成 所以我们要求说应该瘦肉精解禁的事情 要透过法律的订定之后 才可以来通过也好否决也好 就是要用立法的形式来决定 那这唯一的目的就是说 立法的时候国民党的立委 在现在国民党还不知道 他每一个立委的真正的立场 民进党清明党跟台联 目前是都反对 清明党也是反对 也有提案 像我跟几位立法委员 民进党其实台联的今天就有提案 跟联署提出这个 在士兵安全卫生管理的法案里面 严格禁止说可以验出 有这个受提素 也就是所谓的瘦肉精的残留 所以又要用法律的形式提出 唯一的好处就是说 将来在立法院表决的时候 法案的表...法律的表决的时候 会记名表决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如果支持瘦肉精解禁开放 那他将来要面对选民直接负责任 不能够让行政机关用行政命令 让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躲在背后不用负责任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当然陈冲院长出来在讲的时候 他没有讲清楚 今天的这个条件 就是要用立法的方式行之 所以我确定得到的讯息是 最后国民党同意 草野协商的结论是这样嘛 要用立法的方式来行事行之 但是附一个条件 因为怕用程序杯葛 所以他说要列为优先法案 就是说立法院要优先审查 这一个持平安全卫生管理的法案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適度的彰显也让民意代表 要负其他应该负的责任 那再来这个球 就又回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身上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在你的选区 如果选出的是国民党的立委 而你本身反对开放这个瘦肉精的进口的话 含瘦肉精的美牛的进口的话 你希望你能够给你选区的国民党立法委员 一些应该有的压力 让他面对民意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监督这个政府 这个不能够当作国民党 在马英九在选中的时候 当作答应美国人的条件 那这样我们台湾人就太不值得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上面 对健康的这个保护就太廉价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监督 所以好像有一点差别 你说的是他们是有同意是这样 可是后来陈冲出来说 就是近期内我们不会这样 联黄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朝野协商有结论 就是用修法 对 陈冲出来就不应该这样说了 应该说在立法院修法正前 我们为期现在的行政命令 不得检出 因为现在行政命令是这样子 待修法通过 我们依照法律办理 应该是这样 陈冲开始说近期 所以这是不是中间沟通 出现什么落差 还是行政院不买立法院的帐 就是说 你们买票你们的 我买票做我的 我做我的 对啊 近期这两个字很可怕 今天是礼拜五 下礼拜三 恢复上班之后算不算近期 3月1号开始算不算近期 算啊 你都知道吗 对 陈冲说 那是我 那我订过我的说 现在已经三位分 那我二位分说 现在三位分啊 算不算近期 算啊 近期这两个字 我感觉我是绝对无法接受 因为这个字太笼统了 你为什么不讲一个很明确的 比如说刚刚吴委员讲的 就是说以法律定制 对 我听吴委员刚刚讲 现在显然是 國民党有提案喔 民进党有提案 台联有提案 提的是修的是同一个法 叫做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 那既然都提案了 那很快啊 3月1号下礼拜开议 就赶快送进程序委员会 二读三读 就给他过了啊 这个东西不会有正义啊 因为 接近八成的人民是认为说 我不希望我吃的牛肉裡面 或任何肉品裡面 含有这个瘦肉精的嘛 那既然 国民党民进党 两个最大的党 一个执政党 一个在野党都提案了 提了修的是同样法 那就给他过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检验 检验国民党的立委 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玩假的 我在这个节目中说过 党党还没有灰 党党灰下去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不知道 因为 国民党过期 在利潤党团的表现 给我们的影响是 噢 发得很大声 但是党党灰下去 每一个乖的跟绵羊一样 那如果将来党党真的灰下去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国民党的人会扣吗 如果国民党扣回来 那民进党党团要如何去因应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陈冲讲 近期两个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我也要呼吁 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 这些猪农们 你不要听到近期两个字 3月8号又取消了 你再取消真的没有人会听你 所以近期这两个字 里面藏很多魔鬼的 是是 近期两个字藏很多魔鬼 所以已经看出来 今天其实国民党 民进党 他们所有的党团 大家都有协讯有一个结论 要透过修法的方式 你如果真的没有进来 你又要透过修法的方式 不要进来 也是修法 结果陈冲上去就说 我近期不会用行政命令 又是说一套讲一套 这是不是说 我就是行政权比较大 管你立法院怎么样 国民党虽然是同党 还是不管 教授 对 其实刚才年晃 其实跟委员都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朝鲁协商不是讲好要立法吗 对 也就是说 没有立法之前 不管这个法怎么立 你这个行政命令 是不要去更动它的 因为我们现在 受漏金零检出是行政命令 对 所以当时 其实兰委也有提出来 在那个食品卫生管理 安全管理法里面去提说 受漏金零检出 把它定成法律 如果定成法律 管你美牛要不要进口 你满久跟美国签 那是你的事 我觉得美牛这个事情 其实之前我们都已经学到教训 还是以国内法为主来弄 可是今天陈聪的说法是怎样 今天是 我只是答应你 我现在不开放 我为了要上台去做私政报告 至于我私政报告完以后是什么样子 我可是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委员他们在立法院要督 为什么 因为整个马政府从头到尾 虽然说什么 没有什么 既定立场 对不对 要看证据 要看专家怎么说 可是他真的没有尽力立场吗 今天陈聪为什么不讲说 从来就没有这个议题 他为什么要讲说 行政命令近期不会去开放 我是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调诡的东西 就像主持人讲的 这是不是代表 你立法权搞你立法权 我行政权搞我行政权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朱楼你要上来 朱楼要上来 对上次取消 已经是很多人罵翻了 这一次陈宝基讲什么 陈宝基讲说 你应该好好在家里养猪啊 不要上来啊 更遭到的是陈聪讲什么 陈聪讲说 这是言论自由 雅琳这是言论自由吗 这是国人的生命安全 这是这个产业的存续 就陈聪讲什么 这是人民的言论自由 一个行政院长在看待这个事情 看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危险了 我觉得猪农 还有台湾的消费者危险了 好 这个所谓近期不会 真的是事有蹊跷 大家都提到说 人家又被骗掉 所以养猪协会 不要因为这样 又不要起来 今天养猪协会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 他们都在台中在开会 因为上面感觉说 哇 要起来这个抗议 结果农委会 把他们在那里收拾的 又不去了 但是不过是说 因为去由这个猪会 把他们骗掉 好 现在因为他们也坚决反对 政府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牛 跟这个美猪 所以理事长 这个杨冠章 就带领其他的理事 今天在台中开完会 后发表声明 他们说是 三月八月的时候 三月八日 他们要发动两万名的猪农 到台北的这个农委会 去等这个比赛 去等比赛要抗议 那理事长 他正前有 因为这个抗议行动 寒咖 引发外界指引说 他是去用摩头 那杨冠章说 这次他绝对是 控制到底 我们来看今天 开会的状况 杨猪协会所有理事和理事长 杨冠章召开应变小组 反对政府进口含瘦肉精的肉品 将在三月八号 北上农委会抗议 部分理事 纷纷为杨冠章护航 表示杨冠章没有被摸头 抗议行动会喊咖指示 表达错误 杨猪协会从抗议喊咖 杨猪协会从抗议喊咖 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正面杠上农委会主委陈寶基 不过陈寶基也呼吁 猪农在家照顾好猪 比较重要 杨猪协会说 陈寶基的发言让他们无法接受 整个抗议活动将号召 2万名猪农丢猪份抗议 杨冠章也带领其他理事 表达抗议决行 杨猪协会表示 连日的美牛议题 使得猪价不断暴跌 严重冲击猪农生计 现在只希望3月8日的抗议 能让马政府不要进口美牛和美猪 我们看来的理事长 今天拿麦克风 突然说我认识 是不是大家同样 大家都说同样 意思呢 他们的立场 现在全部都一致了 3月8日 要到台北来抗议 我们来看他们的路线 那边最近是预计 差不多是2万人 然后发动的 包括云林彰化屏东 苗栗跟宜兰的猪农 那么会到立法院 从立法院转进到农委会去抗争 那么也不排除到AIT 因为主要是这一段的 这个路权是OK的 但是AIT这边 美国在台协会 要申请路权 不是那么简单 那他们是说不排除迂回 但主要还是要跟农委会 来表达他们猪农所有的立场 特别他们觉得上一次被农委会 主委陈宝基给骗了 所以3月8号 他们要加倍人数上街头 那么3月4号到6号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次长桑杰氏 就会来台湾访问 那接下来3月8号 朱农就要上街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现在又要上街了 所以农委会主委陈宝基先生 他不是现在要偷偷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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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为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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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不然我下台 這不能叫作氣壁 他說鎮止不可以 就是自己騙了 所以慈禮 他鎮止什麼 多久的時間 另外說 跟三個車 他就是同樣 叫一句話 離開跟三個 不是 他在看 如果三個車輩 你們這裡的主婦 養主婦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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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時人民 不輕站起來 鎮止就是三個 如果大家都站出來 那個立場座的時候 你看他二飛路線在走 民進黨 大家也都在那邊 老爺是這些 消費者和市值購買 你說陳中敢嗎 他不敢 所以這個立場是人民自己發動的 不是只要靠 讓立法院去賣 立法院才是要標關 剛才我們這樣說 食品衛生管理法裡面 他如果要加一個標準可以到什麼限度 像山豬清安這樣的時候 大家又勾起來了 如果如果標關 他們人是比較多 那時候還要稍微打嗎 如果再打 大家八時又說 我怎麼又這樣 又亂起來 又怎樣 所以這件事不是只有陳中說的 可以改靠的進市而已 這是說 事實上 你們自己知道 你們三個未來是完蛋了 大家就調到了 如果你們又不出來 人民認為說 這跟他們說有關的消費者 你們又不站出來 什麼人要來保護你 大家如果說 在亞民進黨 你來出來大聲 你八時自己不放出來 你要叫政黨怎麼去保護 標關你還是同樣輸人 所以不要再給他們批評 豬不會騙人 但是豬現在太苦了 豬現在太苦了 豬不會騙人 不過我們的農委會主委陳寶基先生 他是說 豬農的應該在房子好起豬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抗議 這樣是浪費社會資源 這樣說得對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看 也要跟養豬協會來連線 看他們現在的想法是怎樣 是不是抗議真的浪費社會資源 在房子起豬就好呢 繼續待在等待